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Chester的区块链频道 现在是2024年的6月9号 我们看一下在过去的20小时加密货币市场 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变化 整个市场可以说也是一片普遍 大饼和太太 我们看一下大饼是6万9 太太3600 BnB来到了700以下 然后Solana158 然后的话昨天走的比较好的 我们看一下 XMR 门罗币有了10%的一个涨幅 市值前200的话 我们看一下People People的话 然后占到了13楼 有了一个将近30%的一个涨幅 其他的币种都是一个普遍 基本上大约有个10%的一个跌幅 有个好消息就是 首先是这个Bybit平台 用户认证国家地区增加了中国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部大牛市 如果说有的币种 它上线某些交易所 比如说像Gate 上线币安上线某啥 那有的币种 它并不是所有的交易所 它都会上线 所以说在这部牛市 如果说你想抓住一些潜在的 一些非常好的一些 币种的一些机会 多注册一些交易所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一些主流的交易所 都是非常有必要去进行一个注册 进行一个实名认证 然后进行一个入金 入金的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在这波大牛市 你才不会错过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标的的一些机会 一些翻倍翻几倍分 甚至十几倍的一些几十倍的一些好机会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想进行这个注册Bybit 那么我的这个视频下方有这个邀请链接 欢迎你点击邀请链接进行注册 那么这个Bybit这个交易所平台用户认证国家地区增加中国 是不是意味着大陆地区即将放开这个虚拟回币的交易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松动的一个迹象 如果说大陆地区的这个增量资金涌进来 那么币圈将会迎来一个史诗级的一个暴涨 说完Bybit我们看一下这个币安全球用户已经突破两亿 从一个亿到两亿仅用时两年两个月 币安平台全球注册用户 这个数字仍然不断增长 这个成就是加密社区和行业参与者对币安生态系统 持续信任的一个表现 那币安由于这个币安这个做事商团队 或者说这个币安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确实是把这个币安这个代币也进行了一个负能 不管是币安的这个挖矿打新 持币挖矿等等 让币安这个代币的这个市值也是一路新高 而且币安也自带这个销毁机制 所以说这个币安这个未来可以说真的是这个新陈大海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明明明明破创始人说 这个OKX这个钱包规及操作 共花费254枚比特币的这个手续费 这个社区也是质疑 是OKX整理钱包导致的 然后OKX官方回复说 感谢提醒团队在测试一个规及程序已经停止了 那其实这个消息或者说这个操作也是这两天 加密货币市场进行一个下跌的一个 也是可以说理解是一个部分因素 钱包规及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圈子的这些 大部分人可能就会有一些恐慌 那整个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 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 请你一定不要忘记点击关注 最后再强调一下风险 本期视频以Chester所有的视频 以及Chester所有的直播 Chester所有的付费会员权利明的内容 却为Chester个人主观 心得分享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加密货币和虚拟资产投资风险非常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 请你一定不要忘记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